吃得到牛奶的味道耶 牛奶跟黑糖混合的那種感覺 不會那種奶精的味道 冰很綿密 一吃就愛上了冰沙豆花 來 啊 這邊好像用我的桌子都舉不下 嗨 大家好是吳森王帥 大家好是美仙姐姐 今天要來帶大家去 楊梅美仙姐姐無私場美食 一日遊 因為骨折了 不能拔山色水就來吃吃東西 你怎麼會想要挑楊梅這個地方來介紹 我覺得大家都去中壢吃啊 所以應該要來中壢附近的楊梅區 介紹一下這邊的美食 這邊也是有一些好吃的東西 我們可以來這裡吃吃喝喝 我們就現在來去發掘它吧 直接從早吃到晚 吃一整天 一日遊 一日吃 一日美食 欸 廚師場美食手在 時間還非常早 我先來帶大家吃個早餐 這間是早午餐喔 這間要吃什麼 我先吃一個玉米粉漿蛋餅 來囉來囉 準備開動啊 他們這邊看起來最有名是 粉漿蛋餅系列 用粉漿做的蛋餅 超煩的 很怕掉 我先來沾這個 辣椒是這間店自己炒的辣椒 聞到口腿分泌 有很多玉米掉下來 餅皮就是非常的酥脆 裡面是嫩的 然後玉米怎麼那麼滿啊 好滿 老闆沒在手軟的直接這樣一直加 然後辣椒會辣 真的好愛這個餅皮喔 這餅皮真的很棒 豪額酥脆 好好吃這個 冷漿起司蛋餅 嗯 我懂你說的那個 在我們家布丁早餐天 也吃不到這種餅皮欸 我們剛剛吃的那個 鮪魚炭烤三明治 有比較不一樣嗎 我吃起來很順口的 沙拉加很多很好吃 爆料 加很多 雙折 喔真的好辣 平常是沒有在吃辣的人 坊間說法是說 要當辣妹要先學會吃辣 所以我就開始猛吃辣妹吃 然後起到說法 起到有一天會變辣妹 我問你這個就一定是辣妹了 媽媽分頭而長 真的啊 後切豬排 唉唷 這個後切豬排吃下去就是很飽滿 那麵包烤的很粗脆 可是有失竅啊 它裡面有加花生醬 它花生醬跟豬排 直接在你的舌頭上面翻滾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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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子真的很客家 你現在來到楊梅 所以 不能浪費啊 這邊還有賣打包飯 喔這邊做餐早餐很好買 欸喔 想吃早餐口味就吃早餐口味 想吃雨餐口味就吃早餐 你還要搬來楊梅 前面有在蓋新的辣椒 去哪裡? 吃給它酸酸酸 好好吃喔 非常地重口味 辣的 愛吃辣粉喔 好像不能錯過這一件 最近還有自己炒的辣椒 剛剛有擠檸檬 所以也有檸檬的清香 檸檬加辣味的那個平衡 可以緩和它的辣味吃起來乾不乾好 超兇的 看下酸味會很肥 你要挑戰超兇 媽媽你要小心欸 好可能 好兇欸 真的好兇喔 實實在在看門狗 早午餐吃飽飽就是要來運動一下喔 沒有辦法一直吃一直吃 那個早餐太飽了 所以一定要來到走走 楊梅居然有登山步道 你怎麼發現的 平常就是一個好天氣 就會出門走走 這種熱愛戶外運動的 陽光美少女 就是來步道不會很難走 我這種程度的 但我這個程度也很強欸 畢竟我是有登過富士山的青年 大家如果不相信她有爬過富士山的話 趕快看上面的資訊卡喔 真的是有爬過 右上角資訊卡給她點下去 美仙姐姐第一次登山 就直接挑戰富士山 我也是覺得很不可思議 很屌 好先擦口紅喔 好這邊就是起點了 感覺很漂亮欸 蜘蛛網處理一下處理 哪裡啊我都沒看到 這裡啊 可能要匍匐前進吧 這裡啊 罩子放在那邊 OK 恰恰恰 恰恰就是這樣 融合階梯欸 這步道還蠻完整的欸 今天天氣真的無敵好欸 寒流過後的 首波太陽 我們看我們會不會渴死 因為我們都沒帶水 可能等一下互吃 互吃 對 好渴好渴 先噴一口來 很美欸這樣子 我們發現了一個 很絕佳拍人像的地點 從上往下 剛剛自拍你 喔 來到屁上的岸口看喔 很強喔 是不是客家人講話結尾都一樣 讚嘆是嗎 而且他剛剛講了一個他的主打歌 阿歐 資訊卡 會昏倒欸 這也太長了吧 那種萬里長城的感覺 好帥喔這個姿勢 很像搖滾歌手 你那天 你那公 你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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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啊 快到頂了 衝啊 我真的 根本是大腿緊繃 我還覺得很翹啊 我覺得這比生多一百次 都還有效欸 哇 好高喔 風好大 晚上來一定很美 這一條是往哪裡啊 我去轉角頭看一下喔 就是晚上人家打野X的地方 欸有床欸 沒有 假的啦 好像可以拍芒草往美照的地方欸 你看 可以 你看嗎 好好看喔 大家到這個頂端可以來這個芒草區拍照喔 很漂亮 再跟大家解說我們走上來 首先就是看到剛剛的秋芒大道 那我們如果往右轉的話 可以去看看茶園的茶色風光 沒想到離家裡這麼近的地方 可以跑步啊也可以騎腳踏車 又可以散步 說不定也可以打 啊 不可能剛好這裡有床吧 也可以車 不可能剛好半夜這裡都有車 停著吧 就是這道路嗎 左邊的風景真的很美欸 我們到了茶色風光 這邊有一大片的茶園 風好大喔 行人專用 非常DIY的扛放 很用心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哇好日本味喔 什麼味道你有聞到 風大到都要變螃蜂了 我就是一直在吃自己的頭髮 手拉出來都會夾雜頭髮 這個形容好棒喔 太飽了 Oh my god 看看你的家 你在幹嘛 Oh my god 我的天啊 真的沒想到我們下山會再見到他 好強喔 他今天是勇士欸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現在爬完山要吃什麼姐姐 吃豆花 我在山上滿心期待的豆花 我就是靠著吃豆花的意志力下山 這間叫做 東東冰沙豆花 食材 海洋非晶黃豆 黑糖自己熬煮 最有名什麼 黑白配 黑糖冰沙加牛奶冰沙 好特別喔 我們就一二三好了啦 來這邊先選 看個配料 看起來很好吃 你台灣山都沒有流汗 仙女是不會流汗的 會不會被打啊 最近很怕被網友攻擊 耶 買回去吃 很有創意的 黑白配冰沙豆花 耶 運動完吃個小點喔 東東豆花冰沙 非常的特別 然後我剛查了一下之後 楊梅跟台中有這種小點 我們來吃吃看 吃得到牛奶的味道欸 牛奶跟黑糖混合的那種感覺 不會那種奶精的味道 冰很綿密 一吃就愛上了冰沙豆花 來 拍一下裡面的料 好讚喔 可以選三種料 做搭配 我的是只有冰沙兩個口味 然後加豆花 可是呢 有些人又想吃仙草冬 又想吃豆花 他也有可以混著搭配 也可以你只要牛奶冰沙 或是只要黑糖冰沙 反正就是很多種搭配 然後料就是給你自己選 然後我最喜歡那個 滾乾的可可 我都混到 老饕吃法我也是混到 我就是沒想到 欸到底是誰叫醜啊 你媽誰找到你 我都沒想到你們那麼急 好吃欸 Q貴是老本娘都會特別推薦 吃他們的Q貴 我來吃 很嚼勁了 很Q 這下面我要出一口豆花了 豆花那個黃豆的味道 你這樣講話我就聞到了欸 很濃的黃豆的味道喔 很綿的豆花 我是走單純仙草的 我覺得它仙草吃起來很新鮮欸 仙草的甘甜在 沒有在額外加糖那種甜 很天然 植物的仙草 像是煮的仙草 對啊 晚餐時段 楊美美食不常吃來到了 麵時代 為何推薦 它麵很好吃 湯的味道 跟一般那種 假日本的拉麵店不一樣 喔 這是重點 對啊 這個是醋 它是什麼醋 它是蘋果醋 附贈蘋果醋給你喝 然後杯子超可愛的 裡面有洋魚 你看 好可愛喔 來 厚厚 你們看起來很屌欸 真的嗎?超好吃嗎? 吃我的牛肉 牛肉真的是我每次來都必點 它的牛肉就是嫩 不會到全熟 不會到老 咬起來很嫩 很精細 它也沒有什麼調味料 煎好之後 然後再沾這個鹽巴 就非常香 吃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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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阿妹說 好吃到它的鹽點真很大 看我這個炸豬排 它也是有點小厚 它沒有沾這個白色 不知道是什麼醬 來吃吃看 它有黑芝麻 嗯 紅麵吃的摸片啊 嗯 原來 沒有嚼勁的豬排 對 它皮膚都很厚 吃這種豬排 你會想說 我到底是在吃麵粉 還是在吃肉嗎? 對 它不會 湯頭有點像 曾舊以前 Energy代言的拉麵 叫做 拉麵道 拉麵道之餘 它就有點像是改良過的 就是味道跟你一般去那種 加盟的拉麵店 它總是不一樣 可能是有甜味 一般吃拉麵 你都很鹹嗎? 雖然很鹹 但是裡面又加一點甜味 哪一天哪一天 好奇的話就自己來吃看看 而且它的拉麵也不會泡辣的那一種 是很Q的 這支誰要補 你們沒辦法我太飽了 很吃啊 很香 好吧 那我吃好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 哈嘎精神 摸奉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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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奎 你看這條路進來 它這裡有一間 臭豆腐 就很好吃啊 我很喜歡 現在都還不知道 這間臭豆腐叫什麼 我每次都說 就那大成路臭豆腐啊 大成路15號 超多人的 這間店的櫃台 那個店裡很美 宵夜場上菜囉 Let's do it 今天真的是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吃吃喝喝的行程 我記得 它這臭豆腐是真的好吃 外酥內軟 把泡菜和辣椒塞在那個洞裡面 吃一點那麼好吃 皮超級薄但是很脆 通常是你腳下去有卡不卡的這樣 可是它不會刮嘴皮 我跟你講有的臭豆腐它雖然皮很酥 可是你吃進去的時候它會刮你的嘴巴 嘴巴裡面會被刮過 我不是不在這邊說是哪一家 我們私底下告訴你 但它這個不會 它雖然很酥 但是放進去一咬 因為它裡面真的是太軟了 就直接化掉了 可是沒有人會吃臭豆腐 煎類 蝦仁煎鵝拉煎 煎的那個比例 非常剛剛好 不會覺得一直在吃太白粉 它的醬也沒有塑化劑的味道 我覺得蝦仁煎算是醬 跟它本身的本體是融為在一起的耶 分開那種可能就是它煎得太乾了 好好吃 我很滿意今天的行程耶 果然是不嘗試 而且都沒有屁的耶 楊梅好吃的 楊梅好吃的 直接報給你們知道 不要只知道是總理的 楊梅也很多好吃 如果你喜歡今天影片 或者是你對楊梅其他美食 也有一些設備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跟我們說 今天影片就到此結束囉 假笑 今天好像是遊覽車與日遊 吃吃喝喝 不用回家煮飯 也不用洗碗 好爽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可以照你這影片行程走喔 如果懶得走的話 就看我的影片當中你走過囉 記得訂閱加按小鈴鐺 記得訂閱按讚加小鈴鐺 叮叮叮